Hujaan Net School 日本語クラスへ ようこそ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ようこそHujaan Net Schoolへ 大家好 欢迎来到Hujaan网校 我是大家的Kaori先生 香香老师 今天我们要进入新编日语第15课的学习 第15课是一个单元复习课 在这课当中没有新的语法 好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的语法吧 上节课我们主要学习了和Touyu有关的几个语法 首先是 何々は何々と言います 什么东西叫什么 接下来我们又学了 誰々は誰々に何々と言います 表示谁对谁说了什么话 接下来我们又学了并列著词 Touka 表示列举的用法 第四个语法 我们学习了Totomo Ni 的用法 它有三种含义 一个是和谁一起 第二个意思是同时 此外还有随着一方变化而变化的意思 第五个语法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表示必须要做某事 特别强调的是由于某种客观因素而不得不做某事 它揭续的是动词的耐心 然后是何々を何々と言います 这个语法 把什么叫做什么 接下来 という这个语法 可以表示某种东西的称谓 或者新闻消息等的具体内容 最后一个语法 なさい 表示对别人的一种要求或命令 它前面有揭续动词的mas 形 好 上节课的语法就复习到这里 下面 大家就来跟老师朗读一下今天的单词 albite albite den den sangasu sangasu 申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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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 職員 住所 住所 連絡先 連絡先 特技 特技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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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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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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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給 時給 po 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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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讲一下这部分的单词 先来看第一个词 它的意思是打工 Albite本身可以做三遍动词 所以我们可以说 如果把它当作名词 后面的动词可以接续 更简单的说法 直接说成バイト 比如 今バイトやっている 我现在正在打工 好,下一个单词 探す 寻找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 Albiteを探す 寻找打工 道を探す 找路 子供を探す 找孩子 犯人を探す 寻找犯人 还有 夢を探す 寻找梦想 等等 下一个词 申込書 动词 申込 意思是申请 我们可以说 入会を申込 申请入会 工場見学を申込 申请参观工厂等等 申込書就是申请书的意思 下面 职員 职员 也可以用外来语 说成 staff 好 下一个词 住所 大家要注意 它的汉字 它的汉字 虽然是住所 但是 跟中文的意思 有一些区别 它并不是指 具体的这个建筑物 而是指地址 比如 我们在填表的时候 有一个地址栏 要你填写 你的家庭住址 那这个就叫做 住所 我们文章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ここに住所を書いてください 请在这里 填写你的地址 下一个词 連絡先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saki 这个词的用法 saki 用作结尾词 表示地点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比如 行き先 去的地方 就是目的地 屠先 比如 我们要寄送一个东西 那么寄送到的地方 就是屠先 就相当于 收件地址 还有 宛先 宛先 宛先是寄信地址的意思 所以宛先是 收信地址的意思 那 連絡先呢 能联系到你的地方 也就是联系方式的意思 我们书上写的是 联络处 这个翻译不太准确 实际上 它是联系方式的意思 包括联系地址 电话等等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希望这个词 希望 比如我们可以说 希望がある 有希望 或者 希望を持つ 也是同一个意思 希望をかける 对什么事情 抱以希望 当然 希望本身也可以做动词 比如 新学 希望 希望 能够升学 好 下一个词 持久 这里的 持 指的是 时间 而 休呢 指的是 給料 工资的意思 在日本打工的话 有一些地方 是按小时算工资的 比如 便利店 那 这样的工资呢 就叫做 持久 还有一些地方 是按天算工资的 那么 就叫做 日給 日给 接下来 月給 就是 每个月的工资的意思 最后 年收入 应该怎么说呢 当然 也有 年給的说法 但是 我们一般要说 年收 年收 这里的 休 指的是 収入 相对于 給料来说 収入的金额 更多 所以 年收入 一般要说 年収 好 最后一个词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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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 教室 出 从教室 出 出 出 从学校 毕业 等等 不过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他的另一个意思 表示 提供 支付 或者得到 比如 我们去打工的话 对方不仅会支付我们工资 而且还会出交通费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还能得到交通费哦 再比如说 我们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那参加这个会议的人 都有免费的午餐可以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食事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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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议还广泛哦 好 这部分的单词就讲到这里 下面跟老师读一下 接下来的单词 研修 研修 联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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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らせる 知らせる 紹介 紹介 伝国へ 伝国へ 丁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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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 応募 応募 理由 理由 金 金 実力 実力 募集 募集 広告 広告 翻訳 翻訳 どうして どうして いかが いかが 結構 結構 好 来看一下 这部分的单词 先来看 連絡 这个词 联系 联絡 和谁有联系 要说成 連絡がある 連絡を取る 是取得联系的意思 那么 連絡を 立つ 联系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 すぐ 私に連絡してください 请 马上 跟我 联系 学校 から 連絡があります 学校 联系 你了 也就是说 学校 来了一个通知 下一个词 知らせる 告诉 通知的意思 比如说 電話で知らせます 用电话通知 警察に知らせます 通知警察 报告警察 私に知らせてください 请让我知道吧 请告诉我吧 那这个动词的名字形式 是知らせ 就是通知的意思 下面一个词 紹介 这个词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介绍的意思 比如 お母さんに 彼女を紹介します 向妈妈介绍她 当然 这个彼女 你介绍女朋友的话 也可以翻译成 向妈妈介绍女朋友 那 自我介绍 在日语里叫做 自己障害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丁寧这个词 汉字写作丁宁 但是 它可不是 丁宁主妇 那个意思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 有礼貌的 比如 丁寧な言葉 很有礼貌的话 我们也叫它 丁寧語 它指的 就是日语当中的 禁题 也就是 在词的后面 加上 です 或 ます 的说话方式 其次 这个词 还可以表示 仔细的 认真的 比如 丁寧に説明します 非常认真的讲解 あの先生は 丁寧に教えてくれています 那位老师 总是非常认真的教我们 这里面的 てくれる 指的是 为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下节课 讲到 说说动词 就会见到这个词了 好 下一个词是 先行 专工 就是专业的意思 比如 ご先行は何ですか 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们要回答 日本語を先行しています 我的专业是日语 下面看一下 ピアノ这个词 弹钢琴 我们要说成 ピアノを弾く 接下来是 募集和 忧募 这两个词 是一对反语词 募集是招聘 忧募是应聘 作为招聘的一方 我们可以说 店員を募集する 招聘店员 会員を募集する 招聘会员 另外 在一些商店 或者餐馆的门口 我们经常会看到 一些招聘广告 上面写着 アルバイト募集中 就是正在招聘 打工者的意思 那么 作为应聘的一方 我们去应聘 一个什么事情 要用 何々に 忧募する 比如 我们去应聘打工 要说 アルバイトに 忧募する 应聘这个工作 要说成 この仕事に忧募する 那应聘者 就是忧募者 好 下一个词 お金 相信大家都已经 非常熟悉了 就是钱的意思 这个词 本身是金 但是 前面习惯性的 加一个美化语 お 那有钱 没钱 分别怎么说呢 另外 有钱 还可以说成 持有的意思 那有钱的人 就说成 也就是我们说的 土豪 就是 有钱 持有钱 持有钱 看一下下一个词 翻译 我们还学过 字语 对吧 还记得 这两个词的区别吗 翻译 指的是 笔译 比如 本を翻译 する 翻译 而字语 是口译 比如 日本語の字语 をする 当日语的口译 下面 どうして 为什么 的意思 比如 昨日はどうして 休んだのですか 你昨天 为什么休息了 彼はどうして 来のですか 他为什么不来 表示为什么的时候 どうして 还可以说成 なぜ なぜ 比どうして 要声音一些 下面一个词 いかが 这也是一个 书面语的用法 在口语当中 常用 どう 两个词 都是表示 怎么样 比如 コーヒーはいかがですか 来杯カフェ怎么样 実給50円はいかがですか 每小时的工资 给50日元怎么样 最后一个词 けっこ 这个词比较复杂 有好几种词性 和好几种意思 首先呢 这个词 作为名词 本身是有 结构这个意思的 比如 文章のけっこを考える 考虑文章的结构 但是这个用法 比较古老 现在很少会用 一般会用 構成 构成 等词来代替 在现在日语当中 けっこ 最常用的 是形容动词 和副词的意思 作为形容动词 它有三个意思 首先是 很好的 很不错的 比如 けっこな天気 很不错的天气 けっこなゴミブン 很尊贵的身份 けっこ的第二个意思 是 可以 相当于 いいです 大事です 比如 お元気そうで けっこですね 您看上去 身体不错 真是太好了 お値段は いくらでもけっこです 我们之前学过 てもいいです 这个句型吧 什么什么 也可以 那てもけっこです 跟它是一个意思 这句话说的是 价钱多少都没问题 けっこ的第三个意思 表示 充分 足够 比如 もうけっこです 已经够了 比如 别人问你 要不要再来一杯啊 你不想喝了 可以说 もうけっこです 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成 もういいです 好 再来看一下 けっこ 做副詞的用法 意思是 相当 蛮好 比如 けっこ飲めますね 你真能喝啊 あの映画は けっこ 面白いです 那部电影 相当好看 好 这是けっこ的 几种意思 希望大家 把它们记清楚 单词的讲解 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本单元的语法复习 这节课主要是总结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 比如日语当中的词组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本单元的语法复习 这节课主要是总结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 比如日语当中的词组 以及 主语 微语 宾语 等句子成分 用日语应该怎么说 这部分主要是介绍性的内容 为我们今后的语法学习打下基础 好 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 日语当中句子的构成单位 词和词组吧 日语当中的词组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独立词和附属词构成的词组 大家还记得独立词和附属词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独立词是能够独自表达某种含义的词 提言用言都属于独立词 而附属词必须依附在其他词的后面 才能够表示某种含义 比如 主词 に は で 主动词 です ます 等等 那么 独立词和附属词构成的词组 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提言加主词 比如 とりが これは 学校で 私に 第二类 提言加主动词 比如 学生です 第三类 是用言的某种形态 加上主词 比如 読みながら 読んで 第四种 是用言的某种形态 加主动词 比如 読んだ 行きます 帰りたい 等等 接下来是独立词和独立词构成的词组 比如 用言加体验 赤い りんご 静かな 街 或者用言加用言 寒く なる 还有 副词加用言 とても よい 第三种 是独立词加附属词 再加独立词 比如 せが高い せ是一个独立词 が 助词 属于副属词 高い 又是一个独立词 我们可以理解为 由助词连接起来的两个独立词 同样的例子 还有 机と椅子 本を読む 街へ行く スポーツが好きだ 等等 那么 上述的第二类和第三类词组 我们又可以根据 它们在文中的作用 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类叫做主位词组 比如 せが高い せ是主语 高い是位语 第二类叫做联合词组 比如 机と椅子 两个名词并列的这样的词组 第三类 动兵词组 本を読む 动词和兵语 第四类 动补词组 街へ行く 动词加补语 第五类 对象词和位语词组 スポーツが好きだ 位语加对象语 第六类 定语加重心词组 赤い林檬 静かな街 私の街 第四类 重语加重心词组 赤くなる とても良い 最后一种 是中心词和 补助词组 比如 読んでください 読む是中心词 てください 寄着补助的作用 当然 词组 也是可以扩大的 比如 線が高い人 線が高い 是一个主位词组 而 線が高い 连起来 作为一个定语 修士人 又属于定语词组 后面这些例子 也是一样的 机械と椅子は 本を読むとき スポーツが好きだから 赤いリンゴが 私の本だ 飛んでいる鳥 等等 都出现了这种 词组 嵌套的现象 好 关于词和词组 就介绍到这里 同学们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就可以了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句子当中的 主要成分 首先 当然是 主语 这个 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 主语要用 主格助词 が来表示 那如果我们提示 这句话的主语呢 后面要用 提示助词 は或者も来表示 如果在一个 存句当中 主语后面的 主词 也可以使用 NO 大家は 记得吧 比如说 这些句子 私は 理です 主语 私 今日の天気 はいいですね 主语 今日の天気 学生たちが 映画を見ています 主语 学生たち 試験の始まる ベルが鳴りました 主语 ベル 彼の歌っている歌は 何ですか 主语是 歌 等等 主语太简单了 我们就不多讲了 下面看一下 卫语 在日语当中 卫语叫做 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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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卫语 句末 它可以是 动词 形容词 形容动词 也可以是名词 我们各举一个例子 比如 父は 会社員です 略语是 会社員 是一个名词 二三は 公園へ行きます 略语是 行きます 动词 教室は 明るいです 略语是 明るい 形容词 学校は静かです 略语 静か 形容动词 好 第三个 我们来看定语 定语 在日语当中 叫做 連体修飾語 比较长啊 連体修飾語 其实它也很好理解 连体修飾语 指的是 连着体言的 那个修飾语 那后面 加体言 加名词的 当然就是定语了 可以做定语的词 有很多 动词啦 名词啊 形容词 形容动词啊 这些都可以做定语 那我们复习一下 这些词 加体言 分别应该用什么形式吧 首先 名词加体言的时候 要在后面加一个 no 形容词呢 直接加体言 形容动词 后面要加 na 最后 动词要使用 连体型 我们各举一个例子 比如 私の家は 北京にあります 私の 是定语 そこで 新聞を読んでいる人は お兄さんです 在那边 读报的人 是个个 新聞を読んでいる 是定语 先生は 難しい質問をしました 定语是 難しい 最后一句 静かな街に 住んでいます 定语是 西字 看完了定语 再来看 状语 既然定语是 连体修饰语 那么状语自然就是 连用修饰语 连用修饰语 状语 一般是 副语 或者 形容词 形容动词的 连用型 再来复习一下 形容词 要把词 要把词尾的 一 变为 く 再加用言 形容动词呢 加 に 再加用言 比如 一緒に 方を読んでください 一緒に 付词 所重语 もっと 早く 読んでください 早く 形容词的 连用型 所重语 静かにしてください 静かに 所重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宾语 在日语当中 宾语被称为 目的语 目的語 如果一个句子当中 有他动词 他动词一定要加宾语 宾语用 助词 欧来表示 比如 本を読む テレビを見る 本 テレビ 这些都是宾语 这个也不多说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补语 本を 什么叫补语呢 表示 时间 地点 方向 手段 场所 等成分 叫做补语 在日语当中 补语 经常用 隔住词 に で え 等等来表示 比如 寝室は 2階にあります 2階に 表示地点的补语 教室で 勉強しています 教室で 是补语 北京へ行きます 补语是 北京へ 下一个 对象语 这是日语特有的句子成分 还记得哪些词 要跟对象语吗 表示主体的 情感 可能 愿望 好恶 这样的词 前面要用对象语 那对象语 要用哪个住词呢 就是 が 比如 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す 私は勉強が好きです 这里面 日本語 勉強 都叫做 对象语 好 以上我们介绍了 日语句子的主要成分 最后 再来说一下 句子的特殊成分 第一种情况 是 独立语 在句子当中 和其他的词汇 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独立的词 就叫做独立语 一般是位于句首 表示 感叹 应答 或者单纯的连接句子 比如 さあ行きましょう いえ 私は英語ができません さあ いえ 这样的句子成分 叫做独立语 第二种情况 同位语 在句子当中 两个独立的词语 在意义上 指的是 同一事物 为了解释 或者强调 我们说了两遍 那这样的两个词 就叫做同位语 比如 私たち日本語科の学生は 今年の春 日本を訪問しました 私たち和日本語科の学生 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这就是同位语 再比如说 留学生の木村さんと一緒に来ました 留学生 就是木村さん 所以 这两个词 也是同位语 第三种情况 叫做 外位语 当特别要强调 句中的某一个词 或者词组的时候 往往 要把它 从句中的位置 提到句首 然后 在它原来的位置上 用另一个词 来代替它 那么 这个被提出来的词或词组 就叫做外位语 比如 私は上海で生まれました 我非常想想调上海 那我可以说 上海 私はここで生まれたのです 上海 我是在这里出生的 上海就叫外位语 再比如 私の誕生日は 五月五日です 那我想强调 五月五号 就说 五月五日 この日は 私の誕生日です 五月五日 就是外位语 最后 还有一种 插入语 就是插在句子当中 做补充说明的句子 比如 日本人大多喜欢寿司 当然 也有例外 这里面的 恋爱もあるが 就是一个 插入语 皆さん 分かりましたね 好 本节课的内容 就这么多 way下注 很有趣 我经历 旱 就算了 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了日语句子的构成单位 词和词组 以及句子的主要成分 主位宾 定状补 还有对象语 最后又介绍了句子的特殊成分 独立于同位语 外位语和插入语 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 希望同学们课下认真背诵单词 复习语法 并且自己总结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助词用法 你们下节课 老师将要带着大家复习一下本单元所学的助词用法 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またね みな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neglig es hh 쉽 稍等 乐 老师 什么